记者汤世明彰化报道,农历春节过后气温回暖,彰化现花坛香八卦山腰580颗李花爆开,目前达到最高峰,枝头白矮矮,仿佛铺上白雪,美不生收,让入圆赏花的游客惊叹,好像走在雪地里。 乡长李承继表示,李花花旗可持续到元宵节后,民众可得把握机会,一旦错过就要等明年了。 花坛香公所寺前年在虎山岩寺周边及虎山岩展示馆后方的虎山园,栽种500颗李花树苗,加上自方原先种植的80颗李树,种数量多达580颗,均由盐州村前村长王德潭照顾,今年首度开花,农历春节期间吸引爆满游客前来虎山岩寺拜拜先赏花。 由远道而来的游客赏花时惊叹地说,从不知道这里有一处赏花秘境,走在园区赏花就好像在赏雪一般,实在太美了。 乡长李承继表示,目前是逢李花开花的最高峰,成颤白色花朵堆满枝头,且呈现浓烈的白,远望着好像树枝披了一层白雪,游客漫步圆区,有如在欣赏雪景。 预料本星期周休假日将吸引爆满人朝前来赏花,民众也可利用平日人朝较少时前来赏花,别有一番风情。